好 今天晚上的重頭戲大案就是國慶煙火 首都遺失到雲林 41分鐘的煙火秀搭配無人機展演 這個好天氣讓煙火秀完美的呈現 讓現場的民眾看的都是驚呼連連 每輪每換的煙火再加上胡偉高鐵園區上空炸開來 這次國慶的煙火遺失到雲林 是史上首例釋放長達41分鐘 一共3萬發的煙火秀 還有400台無人機在夜空中排出了 素還真等十大主題相當細心 今年國慶大典是由立法院長韓國瑜擔任主委 會場充滿了中華民國的元素 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首次國慶的文告 就訴求是要維持現狀 韓國瑜更是喊話 若要有勇氣讓世界知道中華民國的存在 直升機吊掛國旗飛越總統府 陸軍官兵接著抗拒服國旗進場 立法院長韓國瑜籌拜的雙十國慶特別不一樣 處處裝點中華民國元素 總統賴清德今年國慶穩購訴求維持現狀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國慶大典主席韓國瑜張嘴大聲唱國歌 更宣誓要讓世界看見中華民國 我們也知道在很多場合 我們沒有辦法高舉中華民國的國旗 但是呼籲國人同胞 我們一樣要有骨氣要有勇氣 讓世界知道 讓年輕人知道 中華民國是存在的 國慶大典漏網盡頭 韓國瑜不知道是不是看國慶表演 熱血沸騰太投入 忘了回座位 一個人站管理台中央拼命搖國旗 被禮賓人員提醒才回到座位裡 前總統蔡英文陳水扁 歷史性同框 開口大聲唱國歌 還唱了這一句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裡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 蔡英文時代全乎對岸 中國大陸 賴清德卻始終是這麼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帶來貢獻 台灣跟大陸不是兩個國家 是同一個國家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 所以當賴清德繼續用中國來形容對岸的時候 代表他就是堅持他的新兩國論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不捍衛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不是很奇怪嗎 總統國慶重大殘化 讓敏感的兩岸關係 再次受盡動 記者攀遷任曹丁函 SG小組採訪得到 前總統馬英九原本是要計劃 趕場前往這個總統府前的國慶大典哦 不過他臨時就決定不出席國慶大會 他呼籲賴總統應該放棄荒謬的兩國論 朱立倫也喊話了賴總統跨越意志形態 神經素末開口大聲唱國歌 前總統馬英九出席國民黨升旗典禮 但原本計劃趕場前往總統府前的國慶大典 卻突然喊咖 今天決定不去參加 因為賴清德總統主張新兩國論 追求台獨路線 嚴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將把台灣2300萬人民帶向險境 我要在此嚴重的呼籲賴清德總統 放棄荒謬違憲的新兩國論 但其實去年馬英九 就因為蔡英文把雙日節改成 台灣national day 台灣國慶 拒絕出席國慶典禮 今年再缺席 已經是連續兩年沒有參加 而當藍軍用滿滿中華民國元素 歡慶雙食之際 當主席朱立倫也對賴總統的國慶講稿發聲 今年在韓國瑜院長撥亂反正之下 全民各黨派親和中華民國生日 賴總統準備要強調的自私跨 最重要要跨越狹隘的意識形態 中式國慶各地其海飘洋 來源結束三總統跨越意識形態 讓全台上下團結一心 互相光榮 同愛中華民國 接著張臨命陳真SY小組採訪後的 我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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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